我们今天要来上老八老妈课 我们五六月的新的学期 我们每个星期二还是一样 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的部分 五六月大家都知道是双清节 然后我们老八老妈 我们这次也特别为大家安排了 这样的一个思路与爱上 这样的一个课题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珍贵的季节里面 能够继续跟我们在天上的 福德我们的父亲母亲阿公阿姨 有所连接 那我们马上请出 我们不获生命学员的注册辅导员 布与凯老师继续来跟我们谈谈 第三堂课 那我们这一堂我们要来了解的是 悲伤的反应和历程 就请玉环老师 各位老爸老妈早上好 我是玉环 很开心 就回到这个平台 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这个课题 关于这个失落悲伤后的反应 我先上我的PPT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这个PPT了 请问我的声音还有清楚吗 OK OK 所以请放下 请放全评 PPT 两个星期前呢 就跟大家介绍了有关这个失落与悲伤 那今天这堂课我们会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悲伤的反应跟历程 那我们这一堂课呢 无法去复合的时候呢 我也会鼓励你可以找你身边 你信任的朋友 亲人 让他们来陪伴你 或者如果有需要的时候呢 也请你找这个专业的人士 比如说辅导员来陪伴你 所以上课前 先给大家这个小小的温馨的提醒 很多年前当我在这个殡仪馆工作的时候 我的工作呢 其实就是当这些家属他们办完了上礼之后 我就会打电话给他们 去问候跟了解他们在上情之后的那个生活的情况 是否能够适应啊 还是会遇到什么问题 那当这些丧心的家属他们跟我叙述了关于他们生活 之后呢 就是当他们办完上礼 回到自己生活之后 他们跟我描述了他们的近况之后呢 通常他们都会问我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我这样是正常的吗 这也是我常常会被上情者 就是询问的一个问题来的 那因为我本身是一位辅导员 所以当上情者这么问我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很想就是从我的口中去了解说 他们在上情之后回到了自己的生活 他们的一些行为想法甚至情绪是否是正常的 那我从这个问题里面呢 我常会思考到一些他们可能正在面对的 好比说可能我有感觉到他们的无助 因为当我们亲人离世 之后呢 我们的一些反应可能并不是我们所习惯的 或者可能我们也会觉得是不太合乎 举个例子说 有一位女儿 那她办完了妈妈上礼之后 她就回到她的工作岗位回去上班的 那有一次当她在厨房泡咖啡的时候 闻到了那个咖啡香 她的眼泪就不自觉的这样子流下来 当时候她非常的难过 因为妈妈生前是最爱喝咖啡的 她闻起了 闻到了这个咖啡香 她就非常想念她的母亲 那在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她也没有办法很专注 有时候想起了妈妈 她会很难过 然后又开始哭了 那她很担心说 她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到底是不是正常的 因为她很担心 如果工作到一半 突然流眼泪 会不会把她的身边的同事给吓坏了 所以她很苦恼 到底我是不是应该压抑 我这样的一个很难过的情绪 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我会不会是不正常 那我又给大家举第二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一位太太 她的先生已经去世了 那有一天她在街上 在这个很多人群 很多人的街上 她看到了一个很高大的背影 这个背影很熟悉 于是呢 她就加快角度 想要去追上这个背影 那后来这个背影就在人群中消失了 她就很慌张 就想办法 在人群里一定要找到这个背影 就在那一刹那之间 她突然醒过来了 她醒过来 其实她的先生 她的先生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所以那个背影其实不是她的先生 只不过是一个长得很像先生的背影 让她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所以在那一刻她也很忧虑 她这样子的行为是不是很不正常 她是不是疯了 是不是想先生 想到疯了 所以会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那我就来举第三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呢 是一位先生 她的女儿跟她的太太 在一场空难中去世了 那好不容易呢 就是找回太太跟女儿的遗体 然后经过了很多的手续之后 终于把就是母女的遗体 运回国家 就是运回这个马来西亚 那这个先生 从接遗体到办理这个上理的大小事情 他都一副很冷静 很冷静去处理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身边的亲友就开始很担忧 他这样到底是不是正常的 他应该是很难过 他可能会哭得很伤心 很不舍 可是为什么他表现得那么冷静 所以 这个我们看到的例子里面呢 我们其实会发现 所以当我们失去了亲人之后 有一些行为 或者有一些情绪 会让我们很苦恼的 到底我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是不是正常的 有时候 在这个过程里面也叙述了 让我们看到说 上亲者可能也是很无助的 他也不确定说 他这样子的一个反应 到底正不正常 即便说可能他觉得自己OK 像刚刚提到那个 泡咖啡的这个女儿 他觉得闻到咖啡箱 让他想念母亲 那是一个他很可以接受的一个行为 一个状态 可是他很担心身旁的人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在我工作的那几年里面呢 我常常就会被上亲者问到我这个问题 我这样是正常的吗 来让我们来复习一下关于悲伤 那悲伤呢 是对于失落之后所产生的一个反应 当我们失去了 我们遇到一些重大的失落之后 悲伤就是因为失落而产生的一个反应 那这些反应呢 它包括有身体上的感受 想法跟行为上的 然后很重要 就是这些反应 在我们面对失落的时候 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是一个很自然会发生的过程 所以失落后的悲伤反应呢 有好几个部分 像刚刚上一章我们看到的 第一有感受 然后有想法 想法上的那个反应 然后有行为上的反应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例子 那位太太在街上不断的去寻找 那个看起来很像先生背影的 那个影子 那个人 然后我们也看到有生理上的反应 就是身体上的反应 好 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去了解 首先呢 我们看到感受 感受方面 好比说有震惊的感觉 这个尤其是在 接到这个死亡的消息的时候 就是在悲伤的初期的时候 就离开我 为什么他不等我长大 小朋友可能会是 会有愤怒 会有生气 妈妈离开了他 为什么妈妈不要等我长大 至少等我毕业了 等我结婚了 才离开我 会有生气 那也会有悲伤跟失恋 那悲伤跟失恋呢 一般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感觉 我们两个人要去环游世界 所以很遗憾先生先走一步了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一起做 那也还有 可能还有很多话想跟对方说 但是已经没有其位说 所以会有遗憾的这个感受 会有无奈 可能也会有绝望 觉得失去了这个亲人之后 整个世界好像都崩溃下来了 绝望的感觉 也有可能是冷静 或者是麻木 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位 他的太太跟他的女儿 在孔南去世的这位先生 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冷静 很冷静的表现 可能也因为 那个惊吓过度了 那我们为了可以保护自己 可能我们也会变得麻木 那我们就会发现 所以身边的人 可能大家会比较熟悉 他应该是悲伤 他应该是很想念 他失去了亲人 可是当表现了一些 我们觉得比较不合常理的 可能比较不是我们熟悉的 我们可能也许我们会不能够理解 或者我们会排测 但是在悲伤里面 这些反应 感受的反应 都是会发生的 也有可能是感觉空虚 或者被掏空的感觉 大家有没有试过 饿肚子的感觉 当你饿肚子的时候 你的股指会感觉空空 然后会有咕噜咕噜这样子响 那我们的心也会有那种空虚的感觉 好像整个心被挖了出来 被掏空 那你也可能 上亲者也可能会感觉到 很寂寞 很孤单 再来就是 他可能会感到 上亲者可能会感受到 这个很困惑 很迷茫 还有什么感受呢 好比说还可能会感受到 害怕跟恐惧 例如说小朋友失去了妈妈之后 他可能也很害怕 他的父亲会离开他 所以会有害怕的感觉 可能我们也会感受到 恐惧的部分 例如说 我们可能会很 很害怕说 我们的身边的亲人 会不会也有 就是跟死者同样的一些 生理上的一些症状 我们会感觉害怕 甚至可能会担心自己 会不会也像 那个 失去的 就是去世的亲人 会有同样的症状 再来 我们可能会感觉到 忧虑 或者焦虑 你有可能会感觉到 解脱 或者会感觉 好像如稀 重负 意思说 就是 你身上本来是 背着一个 很沉重的 一个负担 突然间 这个 这个负担 就没有了 所以你有一种 感觉 解脱 或者放下重担的感觉 那其实有 好一些 这个上亲者 他们 当他们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 他们常常不太 敢跟他身边的人说 例如说 他可能 这个尤其会发生在 长期照顾 就是生病的 亲人的情况底下 那可能 亲人已经生病了好多年 十多年 那在这个生病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自己的亲人 就是 接受治疗 承受身体上的痛苦 然后常常要进出医院 要吃药 要打针等等 我们 在 身旁的 作为身旁的亲人 却没有办法去 替对方去承受这种 身体上的痛苦 所以其实我们也会一样的痛 当我们的亲人 终于不再需要受这种身体上的痛苦的时候 可能我们会有一种解脱 替对方感觉到解脱 自己也感觉到解脱 再来因为 一般上如果是家庭里面的那个 主要的照顾者 他可能会 需要牺牲掉他 生活中的一些部分 例如说 他的工作 为了能够全时间 全心全意的去照顾 生病的亲人 他可能必须要放下他的工作 放下他的娱乐 放下他的梦想 甚至放下了他的自由 就为了 就是可以 全心全意的去照顾 生病的家人 所以当 这位生病的家人离开之后呢 这个丧情者 可能会有解脱的感觉 而常常他们呢 是不太敢 跟他身边的人说 因为可能 他会被关上 所以你是不是不够爱对方 你是不是不够孝顺 所以你会有这种解脱的感觉 所以通常 在我打电话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可以出口的空间 他们就会跟我说 其实会有这样的感觉 可是又很担心自己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是不是OK的 是不是正常的 那我们会发现说 这些所有的感受 其实都是会发生 意计说都是OK的 那也有可能有内疚跟自责 或者罪恶感 罪恶感跟内疚自责 其实我们会看到 也会发生在这些 养宠物的主人的身上 他们会自责 可能会自责说 他没有及早发现 他的宠物生病了 然后要及早送去 医生那边做治疗 因为我们的宠物 动物不会说话 可是他会用一些 行为上的表现 让我们知道 他可能不妥 他可能生病 他可能也快要临重了 但有的时候主人 没有细心观察到 这些部分的时候 他们就会很自责 很内疚 即便说可能 在过去宠物 十多年的生命里面 他都是很尽心 很尽力的去 爱护跟照顾他的宠物 可是他们常常 会因为 就是最后的一刻 责备自己 没有及早的去发现 这也会发生 在我们人类的身上 可能我们也会自责 所以为什么 我没有早点 劝他去看医生 为什么我没有 早点去发现 他已经生病了 可是到了 已经发现的时候 已经太迟了 会有这种自责跟内疚 那这些感受 有的会在 比较初期的时候出现 像这个震惊 当我们接到消息的时候 我们吓到了 我们震惊 我们麻木 那有的感受 他可能是 会在中间才出现的 举个例子说 我曾经有听过 一位太太说 一开始 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太难受 可是当他替他先生 做完的那个一百天 因为他们是到家 他们有做这种头期 一直到四十九天 然后最后一个仪式 是在一百天 那一百天之后呢 这些仪式就完成了 所有可以为往生者 做的事情 已经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那这位太太 突然间在这个时候 发现自己空掉的感觉 就是这个空虚 跟被掏空 因为前面一百天之前 他都很忙 要去做这个拜拜 准备食物 都有东西 让他去做 有寄托的时候 这个空虚的感觉 就没有出现 可是当所有事情 都完成之后 突然已经空掉了 我好像没有其他事情 可以再为他做了 那这个空虚 就会突然 感觉他突然 就是冲着我们自己来 然后接下来 可能就会 陆续有不同的感受 比如说 有自责 为什么没有早点的 陪他去看医生 等等 所以这些感受呢 在我们面对失落 面对悲伤的时候 它是会发生 它是自然的一个过程来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想法的部分 可能我们的思绪 会变得很混乱 一团团 一团糟的 那也有可能我们会 想办法去压抑 我们去想某一些东西 讲到刚刚的那个 就是喝咖啡 想念妈妈的女儿 她可能会想 我要想办法去 不要去想 妈妈 以便说 我可以比较专注 比较正常的 在办公室上班 也不会吓到同事 所以她想办法的 去压抑自己的思想 也有的丧亲者 会难以集中精神 呆呆的 看着电脑 可是却没有办法 好好的工作 很难集中精神 思考也可能会变得 缓慢 停滞 就好像我们的电脑 明明是可以运作的 突然间当机的 就是那种停在那边 动也不能动的 那个思考停滞 或者是 想东西为什么会变得 那么缓慢 那也有可能会发生的是 会常常忘东西 健忘 失去了这个短期的记忆 总是想不起 刚刚跟对方讲过了什么话 然后也有的 上行者会过度的 专注于失落跟死亡 就是把自己太过于陷入了 在这个失落的部分 或者一直去思考 关于死亡 这样的一个部分 也有可能会反复的去 思索有关 逝者的一些生活上的片段 可能在家里 看到这是妈妈经常坐的一个沙发 然后可能又想到说 这个时间妈妈应该是去散步了 或者他也会想 下午五点了 虽然人还在办公室 可能他会想到这个时间 就是妈妈在家里准备晚餐 不断的去想回去 然后这些想法是 有时候是自己没有办法控制 他就这样很自然的发生的 男女做出决定 即便是一个很简单的决定 又或者是否认亲人已经离世了 没有办法相信这个死亡的事实 他可能会想 所以那位先生就是在空难 失去了他的太太跟女 这位先生 可能他心里面会否认 他可能会想说 他们就是还在国外玩 暂时还不想回来 他们玩得很开心 否认 没有办法相信 这个死亡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或者有的丧亲者 会不容许自己变得软弱 一定要让自己坚强起来 马上的去回到他的生活 作为以前的自己 不容许自己有半点的软弱 否定或者是怀疑自己 或者是怀疑他 总是看起来一生一鬼的 那也有的丧亲者会感觉 无望 认为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 已经没有希望了 先生离开了之后 他的生活已经是没有意义了 也没有希望了 有的丧亲者比较严重的 他可能会有自杀的念头 那如果有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必须就是要让你身边的亲人 来帮助你 或者让专业的辅导人员来协助你 我们看看行为的部分 先来跟大家讲两个故事 那首先我想要分享的第一个故事是 一位60多岁的妈妈 他的儿子30出头 那因为生病得了癌症 就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去世了 那这位妈妈呢 她每一天早上去巴萨 她都会买一条鱼回家 然后买回家之后呢 她会很用心的 很细心的去处理那条鱼 然后就准备一些配料 姜丝啊 辣姜丝 然后就开始准备午餐了 把这条鱼正好好 然后就放在左面上 那每一次煮完这条鱼之后呢 她都只是放在左面上 她自己没有吃 直到女儿 就是这位亡生者的姐姐 回来之后 为什么总是每一天看到妈妈争的鱼 放在左面上 都半点都没有碰 然后心里面就感觉到 很奇怪 不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故事 然后当然这位姐姐也很懊恼 到底妈妈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总是煮了这条鱼都不吃 其实故事的后面 我们发现说 这位儿子就是往生的 这位儿子很年轻就往生的 这位儿子 他其实是最爱吃鱼的 那妈妈呢 就是每次到巴上 经过这个鱼 鱼摊位呢 就会想起他的儿子 然后都想要买一条鱼回家 可是做好了鱼 他又不想吃 就一直放 放到女儿下班回来 所以女儿也很懊恼 到底我妈妈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 他就是一直重复 这样的一个行为 即便说 其实大家都知道 弟弟已经去世了 他不会再回来了 没有人会再吃这条 所以这是第一个故事 那我再来跟大家讲第二个故事 同样也是一位妈妈 这个妈妈比较年轻 她是一个接近40 30多岁的一位妈妈 那她的女儿 在小学二年级 因为有一天 遇到了车祸 女儿就去世了 那每一次的女儿 如果去学校 放学回来 就是这个下午4点的时间 所以每到4点 这样的一个时间 这位妈妈 就会坐在屋子的前面 然后她的眼睛就看 看向远远的地方 眼神也有点空洞 那她的邻居 经过了这位妈妈的 这个屋子前面的时候 她都很担忧 她很担心 所以其实 女儿已经 那她的邻居 经过了这个 这位妈妈的屋子前面 就看到这个妈妈 为什么每到4点 她都坐在这个屋子前面呢 其实没有人去察觉到 原来这个时间 就是妈妈 等女儿下课回家的时间 然后大家就开始很担心 她怎么了 她是不是OK的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所以行为上 我们常熟悉的 例如讲哭泣 是一种行为的表现 那叹气 行为上的表现 也有的丧情者 你看到她 看到她常常坐立不安 或者是 她的脾气开始很烦躁 常常会骂人 责备别人 也有一部分的丧情者呢 会遇到这个 睡眠上的障碍 例如说失眠啊 或者是睡太多 失睡 睡眠很浅 浅眠 或者常常 在半夜里面 醒来多醒 甚至是惊醒 一般上 我也会常常 听到一些上情者 在初期的时候 就是 那个 他们的亲人 离开的初期 他们 也许会遇到这种 睡眠上的障碍 例如说 可能 晚上睡觉时间到了 上了床 然后翻来覆去 都没有办法 就是 睡着 或者是可能 睡到半夜 醒来 然后醒来之后呢 就 也是翻来覆去 就是没有办法 睡下去 然后脑袋呢 就会想很多的 事情 不管是可能 要处理的事情 还是说 关于这个 往生者 生前的一些事情 甚至有的上情者 好比说 可能他们 可能在 半夜里面 常常 需要起身 去照顾他的亲人 可能是 帮忙他 吃药啊 还是说 起身帮他 去 清理身体啊 那那个 生理的时钟 好像已经定在 某一个时间 他就很自动的 会醒来 可是醒来之后 发现 其实 他的亲人 已经离开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看到 那个感受的反应 就会出来 他可能会很悲伤 很难过 很思念 那有的时候 可能会被 惊醒的 尤其像有一些 上情者 他们可能是在 半夜 接到这个 死亡的消息 可能 就会经常 在那个时间点 就不知觉的 惊醒过来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会发现 有些 上情者 他可能 会梦见 去世的人 或者他很渴望梦见 可是却怎么也 没有梦见 也有的上情者 会减少 或者增加 食量 吃的很少 比平常少 或者吃的比平常多 或者他会减少 增加 或者 会减少 或者去增加 增加了那个活动的量 可能 以前 一个星期才出去 两天 现在就每天都很想出去 或者是 不想出门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不管是食量 或者活动量 他可能都会 在两个极端 要么 减少 要么就是增加 也有一些 上情者 他会想办法 去避开 社交的生活 把自己 鼓励起来 那尤其是 可能跟这个 这个往生者 有同一个朋友圈的 可能说 以前往往 周末 他可能就是跟着 这位太太 可能就跟着先生 约朋友出来 喝茶聊天 那这个 喝茶聊天的聚会 还是照常 可是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太太 就不太想出来了 因为他会见到 这些 大家 有同样的朋友 这些朋友 那这些朋友 可能 有的会问候 那问候了 又不想 自己又不太想 去谈一些 伤心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难看 又或者可能 看到朋友 大家都是 成双成对的 那自己的伴侣 已经离开了 所以 这也会让他们 尽量的去避开 跟 就是朋友 见面 那我也 见过一位妈妈 那她是 很想怀孕 可是 却没有办法怀孕 是一个30多岁的妈妈 一个太太了 那 她本身本来是一个 非常热爱 跟朋友 出来 喝茶聊天的 她是一个 很活跃的女性 可是因为 就是 自己想 怀孕 却发现 其实自己 很难怀孕 那就试着去 做这个 人工受孕 但是 人工受孕 也失败了很多次 到后来 她有一次 她 那一次失败之后呢 就是人工受孕 失败之后 她发现 她把自己 鼓励了起来 然后她也很 暗了 过去我是一个 很活跃的人 但是为什么 现在没办法呢 后来才发现了 一个重点是 因为她 同年龄的朋友 大家都 开始 有小孩了 有的怀孕 有的小孩 刚出世 那这些姐妹们 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讲 孩子经 讲育儿经 那这位 太太就会 觉得她很 很若单 想要陪着 她的朋友 笑 因为大家都 很开心 很喜悦 有新的baby 可是明明自己 是没有办法 快了起来的 所以就会 不知不觉的 想要去避开 这种 突然聚会 把自己 鼓励了起来 那有的 上行者会 开始去 忽视自己的 例如 卫生 饮食 健康 等等的 那有的 可能会 失去对 嗜好 工作 生活 甚至 性方面的 兴趣 好像所有事情 我都 不再 感兴趣了 有的 上行者 可能会 借助 这个 酒精 药物 甚至 毒品 让自己 去 忘掉 或者 让自己 那个悲伤的 感觉 不会那么 沉重 也 也有的 上行者 会 透过 这个 性的 行为 让自己 得到 这个 心灵上 的 危机 再来 有的 上行者 可能会 去 寻找 这个 逝者 的 中 像一开始 提到的 这位 太太 就是 在人群里面 发现了 有一个 很像 先生的 背影 结果就 有点 疯狂的 去 寻找 去想要 加快 脚步 赶上 那个人 找 逝者 的 中 我们也看到 有的 上行者 会 避开 或者是 持续 谈论 逝者 所以 大家会看到 是在两个 极端里面的 要么他 想办法 不要 跟别人 聊天的时候 他不想要 谈 或者是 他一直 要谈 那 身边的人 可能会觉得 也不 也不 也不懂 要该怎么 去适应 这样的 一个 情况 我们也看到 有的 上行者 会 收藏 或者 穿戴 亲人的 遗物 例如说 衣服 鞋子 帽子 等等 要么 他可能 收藏起来 可能 他会 穿上来 穿在 自己的 身上 以便说 让自己 感觉到 他的 亲人 就跟 他 在 一起 那 有的 上行者 是 会想要 就地 重游 的 那 有的是 要避开 因为他 不想让自己 触紧 上行 那 譬如说 可能 这位 上行者 可能 常常跟 他的 亲人 去某家 这个 餐馆 吃饭 所以他 可能 会想要 回去那一边 在餐馆里面 可能他会想起 让他可以去 思念 当时候 他们吃饭的 那个情境 或者是 点 这个 他的 亲人 很喜欢的 一道食物 他会 就地 重游 那 有的是 要避开 不想要 触紧上行 有的 上行者 会重复 做 适者 生前 常做的 事情 这个 就会让我想起 我自己本身 因为我 我父亲 以前他 工作的时候 他做晚班 清晨下班的时候 他就会到 我们家 附近的 一个 大普面的 面当 去那边 吃了早餐 然后他才 回家休息 小时候的 我其实 我不知道 有这样的 一段故事 到后来 我长大了 有一次 我妈妈 告诉我 爸爸有 这样的 一个习惯 那我知道了之后 有一段时间 我其实也常常 去光顾 那个面当 你说我很喜欢吃 我觉得 也可以的 但是去吃 吃面的 那个感觉 其实是 去 吃那个 回忆 感受 当时候 年轻时候的 爸爸 在那边 坐下来 吃面 所看到的 一些街景 等等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重复 去做 试着 生前 他常做的 一些事情 所以大家 看到的 这些行为 反应 都是 会发生的 都是会发生 在我们 上轻者的身上 所以是 OK的 生理上的 反应 比如说 就是感觉 常常头痛 有时候 会感觉 口干 心跳 加速 呼吸 困难 血压 升高 有的时候 会感觉 消化不良 体重 开始有变化了 因为 可能吃的太少 或者吃的太多 很容易 疲倦 疲劳 疲惫 胃部感觉 很空虚 就是怎么都会 吃不饱 感觉很虚弱 没有力 肌肉很紧绷 很疼痛 那胸部也很紧绷 沉重 减少对疾病的 抵抗力 所以我们发现 所以有的 上轻者 在他的 亲人故事之后 他好像很 很容易生病 特别容易生病 那个抵抗力 减少了 那有的上轻者 会对这个 视觉 在视觉的部分 听觉 嗅觉 或者触觉 特别的敏感 不敏 所以这些 也有可能是会 发生在这个 上轻者的身上 所以我们看到说 失落 之后的一些 悲伤反应 我们来 再复习一下 他会在感受 想法 行为 跟生理上 会出现 刚刚说 跟大家分享的 一些反应 而这些反应呢 一般上 他不是单一的 不会说 我失落之后 我就只有 感受上的 反应 或者我只有 想法上 他可能是 互相的一些 互相的影响 互相的牵连 所以这个 失落之后 我们有的一些 悲伤的反应 那谈过了 悲伤的反应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 这些反应 我会在我们 经历悲伤 这个过程里面 他会怎样的 发生 首先会跟大家分享 两个 从这个 Ogley and Pax 还有这个 Elizabeth Kuberos Elizabeth Kuberos Elizabeth Kuberos 的那个 理论里面 跟大家 稍微 简单的 讲述一下 首先 这个悲伤的历程 一开始的时候 当我们接到 这个 死亡的消息 我们会震惊 跟麻木 那 这个阶段 经历了之后呢 我们开始会想要 去寻找 这个 我们失去的亲人 我们会去想念他 我们想要 找回他 那后来我们发现 所以 我们 怎么样去找 或者我怎么样去 想念他 其实他都不会回来 都是徒劳无功的 那我们可能就会 感觉整个人被瓦解了 会经历这个绝望 那这个阶段 经历了之后呢 我们可能会去到 一个叫做 重组和 复原的阶段 我们开始慢慢的 能够去接受 这个 死亡 跟这个 失落 然后我们慢慢的 让自己 回到我们 生活 继继续我们的生活 我们来看另外第二个 这是另外一个 是伊利沙白 古伯任的一个 也很著名的一个理论 那他就把这个悲伤的历程 分为这一二三四五个 五个阶段 那首先 否认 当我们接到死亡的消息的时候 我们觉得不可能的 明明早上我还 看着他出门 他为什么会发生意外呢 我们否认 我们得到了这个消息 然后我们会生气 愤怒 我们可能是生气 别人 我们是周围的人 就是你没有好好的去照顾他 就是你不早点去 劝他看医生 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生气 所谓的这些 权威人士 比如说医生 没有把我的亲人救回来 我们可能也会生气 上帝 带走了我的亲人 也有可能我们会生气的是我们自己 都是我不好 没有好好的去照顾他 生气 那接下来生气之后 可能我们会想要讨价还价 有点是就是 大家都知道讨价还价吗 如果你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 明明老板跟你说五块一斤 我觉得那就算我四块吧 或者五块你能送我一些什么东西 讨价还价 我们可能是在跟我们的神 讨价还价 如果你能够把我的亲人还回给我 我愿意做些什么事情 讨价还价 然后当我们发现我讨价还价 生气都没有办法 让亲人回来的时候 我会陷入这个叫做沮丧跟忧郁 这样的一个阶段 当沮丧忧郁能够走出来之后 他就会来到接纳 那我们来看这两个理论 他们其实也有一些相似的部分的 好比说在出阶的时候 他比较是正经麻木 否认跟愤怒 然后来到中间的阶段 所以我们开始思念寻找 我可能会讨价还价 然后我可能会经历一个低潮 绝望 沮丧 失望 忧郁 到后来我们又从谷底里面 慢慢的爬起来了 去来到这个重组复原 跟接纳的部分 那有一个重点 首先要跟大家说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不一定都会经历所有的阶段 即便我看到 这个就是一个一连串的阶段 这也是一个一连串的阶段 可是我们不会每一个阶段 丧情者都会经历到的 举个例子说 如果是家里的老人家 已经生病了好一段时间 老人就是后来他去世了 那一般上这个正经麻木 或者这个否认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他就不太会出现 因为我们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他已经老了 也生病了好一段时间 我们有机会照顾他 跟他说再见 所以那个否认跟正经麻木 就不太会出现 但是对于一些突然的死亡 没有在预期里面的死亡 比如讲意外 或者是一场火灾 带走了几个亲人 这些情况底下 一般上否认 愤怒 震惊 都可能会出现 所以我们不一定会经历所有的阶段 所以我们可能会跳过一些阶段的 那这些历程 他也不一定是一条直线 按着顺序一个一个的发生 比如说可能 老人家去世了 他也生病了好几年 我可能就没有这个正经跟麻木 但是我会开始经历十年早寻 瓦解绝望 到后来我重组跟复原 那这里说不一定是一条直线 所以他可能一直说 他不会说这个我没有了 那我下一个我会经历这个 这个之后呢 会经历这个瓦解跟失望 所以他不是一条线 他也不一定按着顺序去发生 他可能会到回头 所以我开始是很想念 我发现想念其实也没有办法 他也没有办法回来 可是我还是很想念 然后我就知道说 没有办法再回来了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在某一些阶段里面 来来回回 这样子的话 它就不是一条直线 它就不是按着顺序这样 一个一个去发生 所以大家要可以去认识到这两点 那也因为这样子 我们会发现 所以悲伤的反应 或者悲伤这件事情 总是让人感觉很难捉摸 有时候看他很想念 很失望 后来又OK了 以为他的那个想念就比较轻了 没想到突然他又非常非常想念 为什么他总是这样子 起起伏伏 抓磨不定呢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说 我们的悲伤就像一条直线 顺顺利利的 但是更多的时候呢 其实悲伤的历程 它不是一条直线 它就像这团 纠结在一起的线团一样 我们说 剪不断 理还 剪不断 对 理还乱 你越理 好像越乱 它就好像一团 纠结在一起的线 那悲伤有的时候也像在当秋千 各位一定有当过秋千吧 小时候或者是你长大了 也还可能会去当秋千 当我们当秋千的时候 就是我们会从一个点 比如讲是A点 然后当到去下一个点 比如说是B点 那我们从A点 当到去B点的时候 我们 我们从A点 当到去B点 然后我们也会从这个B点 再当回去A点 这个就是当秋千 这样子当来当去 那我们会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一开始那个秋千是 当那个幅度是很大的 然后慢慢 它就慢下来了 渐渐的它慢下来的时候 它就会停在这个中间点 我叫它做平衡点 所以当秋千 我们会从一个点 当到另外一个点 然后那个幅度 慢慢小了之后 最后它会在这个中间点 完全的停下来 那这两个点 那这两个点是什么呢 这两个点 首先一个叫做失落 一个点叫失落 另外一个点叫复原 我们在经历悲伤的时候呢 我们就像在这两个点 一直当来当去 我从失落 当去复原 又从复原 当来失落 一开始的那个幅度 其实是蛮大的 尤其是那个 上清的初期 当得很快 幅度很大 可是后来 它会慢慢的变小 直到它停在这个平衡点 意思说我们回到了 我们原来的生活了 那失落是什么呢 它比较是情感上的一个主导 一直重复 想失落的事情 难过的画面 甚至沉浸在失去的情绪里面 如果当到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好难过 一直想哭 一直思念 就是在情感上 情绪上 就会出现一些 这样的一些情形 那当我们到去 这个复原的 这个点的时候呢 它比较是头脑上 认知上的主导 我们会开始把专注力 放在我们生活上的改变 去尝试一些新的事物 或者是我们压抑悲伤 以便让自己离开 这个悲伤的痛苦 所以你会发现 有些丧心者 有的时候 它就当来这个点了 非常的难过 悲伤 哭泣 难受 有的时候 它好像又可以正常的生活 它好像看起来又可以把专注力 放回去生活 积极的生活 有的时候它又当回来这边 所以 我们 除了刚刚说那个幅度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卡在一个点上 一直失落 没有办法当回去这个复原的 有的时候我们完全卡在这个点上 就是一直做事一直做事 像我们说 用工作来麻醉自己 明明就很难过嘛 可以当去这边的 但是就一直 让自己 停在这边 不然就是一直难过 一直难受 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 一般的生活的运作 都会卡在一边 这样子的话 就不是很健康 所以健康的做法 是它可以当 从这边 当过来这边 从失落 当去复原 再从复原 当回去失落 尤其是 为什么能够 会从复原 当回去失落 是尤其 可能我们 刚刚我们才过了母亲节 对吗 那对于一些 失去妈妈的孩子 在母亲节 大家都 庆祝的时候 他们的心情是最难受的 会让他们想 因为我的妈妈不在了 没有办法 再为母亲 庆祝这个节日 尤其是 第一年 经历母亲节 又或者是 一些节日 失去了亲人之后 第一年经历 例如说 农历新年 中秋节 这些 传统的节日 甚至是一些 对于 这个家庭来说 是很重大 很重要的节日 结婚纪念日 这些 它本来可以在复原 这边OK的 甚至它可能已经在平衡点了 它又被 因为节日的出现 当回来的失落 那它又当回来的复原 然后 我们会发现后来的幅度是慢慢 慢慢的小 比起一开始 所以健康的一个 经历悲伤的历程 会在这两个点 当来当去 那悲伤有时候会像海浪 悲伤的历程 这个海浪 这个海浪来了又走 那走了 它又再回来 就像一个浪 这样子 这个浪 起得很高的时候 就是 例如说 我们接到消息 很震惊 然后我们去否认 然后浪 落下来 我们感觉 很低沉 很痛苦 很困惑的时候 然后这个浪就在起来的时候 是我们得到了疗愈 我们成长 那我们看到 这个海面上的海浪 有时候是很凶荣的 那有时候 这个海浪是缓缓的 让人感觉舒服的 所以背上它会像一个海浪 有时候好像一个 那个 波涛汹涌的海浪 有时候它可能是一个 哎 缓缓的 让人感觉还 蛮舒服的 悲伤就是这个样子 那 又讲回海浪 那 我们生活中 其实都会面对一些 起起落落的事情 会遇到失落 但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去 面对跟处理 就好像一些小海浪 但是当发生一个 重大的失落 一个晴天壁地的消息下来 把这个海浪 见得很高 那 这个海浪还是会下来 对吗 我看到海浪起来 它一定还是会下来 这个是 当我们后来慢慢可以去 适应 这个 悲伤 这个失落的时候 但是有的时候 当 比如说这个悲伤 又在被引发 像我们刚才提到 那个当初 遇到一些节日 纪念日 或者一些重要的事情 小朋友在长大的过程 失去了父亲 然后 学校的毕业典礼 小学的毕业典礼 父母都来 但是小朋友 就只有爸爸来 一些重要人生 重要的事情 少了 一位亲人 所以这个悲伤又 被打 打下了 那这个浪又再起来 然后它又会再落回下去 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一个海浪 比如说高 又落下来 然后有些事件 又让它高起来 又落下来 而我们要做的呢 其实不是要去克服 或者拿走这个悲伤 而是要学习去走过它 穿越这些海浪 所以我们要有自己一条 这个能够在海上 安全行驶的船只 以便说我们可以在这个 有时候可能会遇到大浪 有时候还好 这个小浪 那个海浪不是太大 我们可以在海上生存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抛锚 那我们也要找自己的救生权 就是经历这个悲伤的历程里面 我们能够自己来帮助自己 那如果背上有一张心电图 我觉得它大概会长这个样子 那这里是那个情绪的强度 这个是时间 时间越走越远 我们看到说那个 情绪的强度一开始是活动很密 很大 直到后面的时候 慢慢缓下来了 慢慢的 再更加缓下来了 但是它也有可能 再回到这样子的情形的 它就像一个心电图 这样很密一开始 然后慢慢的 幅度缓下来了 那如果又遇到一些事情 它又高起来 然后又缓下来 所以悲伤的异程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我们要学的就是要去走过这个悲伤 这里介绍一位叫做 William Wooden 他说我们经历悲伤 其实是有一些任务我们可以去完成的 首先是接受这个失落的事实 然后去好好的去经历 这个悲伤的痛苦 就是让你的情绪 悲伤的情绪可以表达 可以宣切 然后我们要重新去适应 一个适者已经不存在的新环境 这种适应其实是内在也是外在 外在生活上 可能先生常常就是 载进载出 载你去很多地方 现在先生不在了 你要学习 自己开车 那也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重新的适应 同时候 那最后呢 就是将对适者的情感 重新投注在未来的生活 你可以去发展一些新的生活 可以重新的去发展一些新的人际管系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走过我们的悲伤 好 来到最后 如果你的眼泪是没有办法停止 或者是从来没有眼泪 或者是不敢掉眼泪 你的心里可能有很多的疑问 为什么他这么早就要离开我 为什么他不多多几年 或者你从来没有 也不敢有任何的疑问 甚至你决定要收起你的悲伤 你麻木 你生气 你害怕 各种各样的悲伤的反应 其实都是ok的 回应一开始我们说 我常常被上寻者问到说 我这样子的反应 一直哭 哭个不停 ok吗 是ok的 什么是不ok呢 是当我 我的想法 那只要你不伤害自己 也没有伤害到别人 其实都是ok的 让自己好好去经历 那个悲伤 宣泄那个悲伤 表达那个悲伤 你就可以慢慢的去走出来 所以 鼓励大家 也祝福大家 可以允许我们的悲伤 灵动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 关于这个悲伤的一些反应 是希望说 当我们回看我们自己 经历了亲人离开 亲友离开 我们的一些反应 是因为我们失去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 让自己可以允许自己 有这样子的反应 那也同时候 可以用比较宽厚的一个态度 去看待我们身边的朋友 如果他失去了亲人 让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呢 大家都能够去善待自己的悲伤 也善待别人的悲伤 我今天的分享到这一边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谢谢 谢谢我们不获生命学院的 注册辅导员 玉环 那我们这边呢 也跟大家预告 下星期 同样的时间呢 我们会有 另外一位朋友 就是 刘涵宁精神科医生 继继继继继续来跟我们谈 这样一个 癌伤与失落的课题 那下星期我们会来了解 怎么样是复杂性的癌伤 什么是非复杂性的癌伤 那下星期再继续跟着 由医生的脚步 继继继续来学习咯 好那明天呢 同样的时间呢 早上九点半 我们呢 会有 继续安排 大家安排 就是营养保健课 那明天我们继继续有 杨廷辉医师 要来跟我们谈谈 就是 抗病毒的防疫场 黄老妈 我们明天 再同样的 继续加油咯 好那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个学习呢 就到这边 那我们这边呢 结束之前呢 再一次谢谢 谢谢我们的 新会 谢谢我们的 这个新中复报 医事例 还有复刊的 这个直播 谢谢就是 我们的这个 新系列和领寻院 有很多 像梅兹老师 这样各的面子书 来跟我们做联合直播 感谢大家 一起来 把这个公益平台的 这个资讯呢 传播的更远 让更多的老爸老妈 阿公阿妈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 活当老 学到老 学到老 好那我们这边呢 先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了 结束之前呢 跟大家预告 我们在这个 5月20号 如同晚年 我们配合我们的 不获老人日 就10月1号的老人日呢 我们呢 今年的这个 老人日的主题呢 是爱与科技 完美相伴 晚是晚年的晚 我们怎么样呢 爱与科技来可以 好好的陪伴我们的 老爸老妈 阿公阿妈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 5月开始 从5月份到9月份呢 会特别为大家 设计一系列 古场的这个讲座 每个月20号 的晚上 那8点到9点呢 我们跟大家 一起来聊聊 那我们 第一场呢 我们会 邀请到 我们两位 科技界的朋友 加上 玉芳老师呢 我们大家一起来 聊聊 到底现在整个 这个科技的 对我们全球的 这个老爸 阿公阿嬷 有怎么样的 一个生活上的 影响了 那我们 继续来跟进咯 那5月20号 我们晚上咯 再见 好 那我们现在先结束 面子书的直播了 请入洋家庭的 加入时光 请入洋家庭